云征笑道 古仙贤们对这一点也是没有论断的 孟子曰性本善 荀子曰性本恶 人之性恶 其性者为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也 顺势 故争夺生而慈让亡也 生而有极恶也 顺势 故残贼生而终人亡也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生色言 故淫迷生而礼义文理亡也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何于泛分乱理而归于报 故必将有诗话之话礼仪之道 然后出于词让 何于文理而归于智 由此观止 然则人之性恶明以 其善者为也 先贤们都没有理顺的道理 你叫云生一个后生墨学 如何辩辩 哈哈哈哈 孔宗远大笑道 世人都说 君侯畸便无双 到了这里 为何变得渔腐了 我们站在高岗之上 自然是要受出山之雄伟 立于大河之边 所论者自然是河水滔滔 善与恶是可以转变的 也是相对的 我们自出生以来 就善恶俱备 后天的善恶之心 是需要教化的 所以家族才施行 有教无类 想通过无差别的教化 弘扬善 意志恶 不等教化 自然只有除止 家族也曾怒诛 邵政卯 君侯 大可不必为这些 罪恶滔天的贼子之死 感到伤感 云征拱手道 紧受教 说完站起来 来到城墙边上 对势力一边的号手道 吹好吧 快速结束战斗 莫让衍生攻击后 低沉的号角声响起 城下的甲子营骑兵的阵型 顿时有了变化 不再是单一的阻截 两百多匹战马 开始在叛贼群里穿插 好多人抛掉了自己 不习惯使用的武器 换上自己善用的兵刃 在人群里 掀起一场滔天的血浪 马达张青 疯狂的想要突破骑兵的赌截 一边喊着今天死战之类的话 以免带着自己起家的那些 造反禁军疯狂的反扑 只可惜 他们和甲子营 不但在武技上差别很大 装备上的差距 更是由天地之别 他们的刀剑 只能在甲子营军事的甲咒上 留下一道道的印痕 而甲子营骑兵的战刀 却能轻易地破开 他们身上简陋的皮甲 汗牛的锯锤锁到之处 更是人仰马翻 孔宗苑 看着这种一面倒的战局 轻叹一声道 哎 君侯无敌之名 果然名不虚传啊 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云某没有麾下这批能征冠战之士 一个无赖子就能置云征于死地 所以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大宋所有的力量 能够拧成一股绳 我们能干成多少大事啊 当年儿皇帝石敬堂将我燕云十六州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致使我大宋如今无险可守 辽人的骑兵难出幽烟 兵封所指之处就是京都 为了预防辽人放马中原 河北之地屯兵五十万却丝毫不能动弹 只能坐看李元昊父子坐大 西夏最终成为大宋的心腹之患 如今我大宋力兵莫马 准备北征 封装库里的银钱堆积如山 将士们更是整个带弹 却不知衍圣公在此大时代中 能否助我等一笔之力 孔宗院将双手塞进袖子里 狠狠笑道 君侯雄心可嘉 老夫听说 本朝太祖曾有言在先 收复燕云十六州者为王 君侯有问定王位之心 云征看着孔宗院的眼睛道 大宋赵姓王都闲置在四野 一个异姓王能有多大的权势 云征本是一蜀中农夫 功耕于田母之中 不愿闻达于世间 只想一日三餐无忧 就心满意足 无奈世间多变 风起云勇之际 致使云征得青云脱身扶摇直上 既然身在其位 自然不能失位素餐 云某只想为我大宋夺回 燕云屏障 假如上天垂帘云某一片赤心得以成功 收复燕云的那一天 就是云某远顿荒岛 逍遥吐日的一天 孔宗院拱手道 君侯有雄心壮志 孔某自然乐见其成 只是孔氏一门向来指之教化之道 吾不能提枪上马 吾不能安抚黎叔 恐怕想帮忙也无从帮起啊 真正是百吾一用 是书生啊 云某扶手看着城下逐渐平息的战斗 笑道 云某此次前来 只是为了告诉燕胜宫 我等想要恢复燕云十六周 燕胜宫的作用 无可替代 上阵杀敌 自有云某和敌帅为前驱 陛下为中军 而燕胜宫却是侵略如火的战事之后的春风和雨露啊 孔宗院站在云正的身边 也看着城下的战况 却一言不发 孔家之所以是孔家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从不参与任何的朝廷政事 孔家只出大儒 却不出官员 能有官袍加深的唯有长子低孙这一脉 尊贵而没有任何的权利 燕胜宫的权利 不出先缘献成 这是皇家的要求 也是孔家的自觉 云正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立刻让孔宗院给自己一个答复 这里面牵扯的力还太多 没有哪一个家主 会听你说几句热血上头的话 就抛家舍业的 跟着你去出生入死 云正清楚的知道 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也没有这个能力 孔家连皇帝的脸面都不一定给 就不要说自己一个小小的侯爵了 他只希望 孔家是全力站在大宋这一边的 而不是到处留后路 大家族的子弟 在几个国家担任官员的并不少见 尤其是孔家这样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史之家 更不会将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从好手背负的书箱里 云正取出来两张卷轴 放在孔宗院的手里道 这是云正和嫡帅半年以来的心血 请衍肾功辅正 孔宗院的手一抖才要说话 就见云正哈哈大笑着离开了城头 班安上马之后 朝孔宗院拱手道 哈哈哈哈 严慎公 莫怪云正耍了些手段 他日定当赴京请罪 说完 轻轻地磕了一下马肚子 大青马叫唤一嗓子 就冲出了城门 而此时 孔远达的茶水刚刚煎好 孔宗院坐回矮榻 抱着两个卷轴 愣愣地看着 一言不发 这哪里是两个卷轴啊 这分明就是两颗烧红的火炭 一旦拿到手上 就担上了无尽的干系 九宫 云侯为何离去匆匆 孔远达端着两碗茶汤 问道 子政 孔家借了个烫手山鱼啊 您是说 那两个被绑得 如同烤猪一样的叛贼 这有何难 押送京士也好 送给包拯也罢 都是孔家能做到的 九宫您不比忧愁 交给晚辈去办就好 孔宗远看了一眼 月月玉室的族孙 苦笑道 唉 子政啊 你还记得 九宫和你说过 云征此次前来 必定有大图谋吗 孔远达点点头 表示知道 孔宗远拿手抚摸着 膝盖上的两个封好的卷轴 对这个家族未来的接班人 苦笑道 这就是啊 事情办完了 云征的心情极好 不管孔家答应不答应 拿了自己和狄青的谋划文书 想要脱身恐怕很难 给孔宗远的文书 虽然是精心删减过的 估计就是这样的东西 也会看得孔老头头发都竖起来 不怕孔老头反对 就怕孔老头不接自己的文书 既然已经接了 云征就想立刻远顿三千里 憨牛是一个有艺术细胞的好小伙子 马达和张青被他捆扎得极有艺术气息 两道铁钩子扣进了肩膀处的琵琶骨紧紧的锁起来 铁锁再从后背延伸下来 下面的两个小铁钩子再从脚后根的部位穿进去 让这两个家伙只能直挺挺的跪在原地 憨牛还牢记着少爷的话 找了一些春日里的野花 装扮了一下这两个汇动的礼物 看起来极有野趣 看着憨牛不断的叮嘱仙元县的捕快 不要弄掉那些花草 云征打一个呼哨 憨牛这才一步三回头的远离自己的礼物 打马跟上大队 清商六人这是贾子营剿匪的代价 趁着落日的余晖 马队快速的向邹城奔去 万一包拯不能安抚好那里的百姓 还需要自己去谈牙一下 回到邹城的时候 早就是星斗漫天的时候了 包拯带着一群官员依旧在忙碌不休 无数的人跪在县衙面前 向官老爷申诉自己的遭遇 听得众人无不潸然泪下 云征非常讨厌这种人 一个三万多人的城市 被一百多个散兵游泳劫持 还有脸说自己的苦难 说什么妻女被侮辱 粮食被抢走 店铺被烧坏 云征只是想不清楚 怎么就没有一个油血性的人 站出来吼一嗓子住手 要是有百姓个壮汉敢站出来 即使杀不了马达张青 也能把这些散兵游泳 赶出自己的家园 一个个像安春一样的躲在家里 算怎么回事 云征恶意的猜躲 在马达张青他们 坚辱别人妻女的时候 他们的邻居恐怕正在庆幸 叛匪没有进自己家 所以他懒得看了一些跪在地上哭泣的人 自己到来之后 那些人也不敢哭泣了 看着满身血迹的甲子营君族 他们情不自禁的在往后躲 只有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子 一把抱住云征的腿 问欺负他母亲的坏蛋 有没有被杀掉 云征从憨牛的甲咒上 抹下一缕已经半干的血迹 抹在小姑娘的额头 一字一句的道 欺负你母亲的混蛋 已经被这位撞瘦的叔叔砍下了脑袋 身子也被砸成了肉泥 所以你母亲的丑已经爆了 从今以后 可以干干净净的做人 谁要是敢说你母亲一句闲话 你就告诉县令 我会回来 把他也砸成肉酱 喊牛黑黑一笑 缠在腕子上的链子锤 顿时就飞了出去 将一棵顽口粗的槐树 从中击断 给了小姑娘一块牛肉干之后 云征进了大堂 朝包拯公共手 就疲惫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今天作战的强度不高 但是一日之间连续赶了两百里路 已经非常的疲惫了 云侯 贼囚受守府 包拯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问了 斩首四百余级 马达张青已经被穿了琵琶骨 当成礼物送给了衍生公 将士们可有伤亡 青山六人 都是皮外伤 不碍事 包拯走上前 朝云征攻身一礼 而后吩咐署官 立刻准备饭食和热水 还找了大夫给伤兵看病 安排完了这些 才对云征道 云侯请在邹城 多斗留一日 既然是出来狩猎的 没有猎物 恐怕不好向陛下交代 衍生公明日定会将 马达和张青送到邹城 还请云侯带回京师啊 见云征点头答应 就吩咐老仆 去给云征在县衙里 准备房间安置 在这里 云征只是一个 打猎路过的固友 身为地主的包拯 在招待老友而已 这一点 必须分清楚 云征的事情已经完成 根本就没有心思 管邹城的破事情 洗浴之后 吃了一点饭食 安排了家将们的防卫事宜 倒头就睡 这一睡再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竿 包拯的管理能力 确实出众 一夜之间 就让邹城重现生机 至少云征起来散步的时候 已经发现米铺和油方 以及杂货店铺在开门营业 街上也开始有人在匆匆忙忙的行走 整座城市被糟蹋了一月有余 如今贼人进去 百姓又要为家里的生计奔波 人生其实就是这么无奈 云家的家将在城里不断的熏缩 虽然没有人敢上前和这些冷着脸的军爷搭话 但是总有一些老人和孩子 给他们端些汤水来喝 云征瞅着城墙上挂满的人头 叹息一声 自寸道 这些人头恐怕对那些恶人并没有多少威慑力 倒是能把这里的百姓吓得够呛 还没到中午 马达和张青就被孔宗苑送到了邹城 送他们过来的人就是孔远达 憨牛给这两个家伙上的刑具 根本就没钥匙 所以送给孔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送回来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 猴子一桶水泼了上去 让一个开放府的牙医拿一只棕毛刷子 用力的洗刷着这两个家伙身上的血子 这是两个精壮的家伙 受了那么重的刑罚 一夜之间竟然已经止住了血 现在被粗硬的刷子一刷 止住的血口子又开始往外淌血 老子值了 老子音乐之内玩的女人足够别人玩一辈子了 够了值了 张青不断的说着这样的话给自己打气 马达倒是一言不发 仰着头看着天空 估计在思索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被捉住 猴子节节笑道 到了京师你们会后悔的 说完就让捕快拎着这两个家伙来到县衙门口示众 走成百姓的怒火必须有一个宣泄的渠道 猴子告诉百姓 只要不拿石头之类的东西把这两个家伙弄死 其余的都随便 就算是想要一块肉煮着吃自己也能帮着割 但是不会太多 云征看水浒传的时候就知道宋人有吃人肉的习惯 也就随口这么吩咐了一声 想不到还真的有人要求吃肉 还捧出自家的一盆子名贵兰花 要求换一块肉吃 猴子见换肉吃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头子 就特意挑了张青腰肋处的一块肥肉给切了下来 拿给老头子免得他牙齿不多 咬不多 见老头子将那块生肉放在嘴里 吃得如同恶鬼一样 猴子挠着头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的闺女被侮辱了 当时干什么去了 这时候痛苦成这个样子 所为何来 他准备回去之后问问彭黎先生 彭黎先生学问高 一定能给自己一个确切的答案 不像少爷只会让自己滚 离开邹城的时候 老包斑白的头发似乎都变成了白的 如今的大宋 不光有天灾 更多的是人祸 地方官府的软弱无能 致使马达张青这种人 只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就会铤而走险 害了自己的性命不说 还会祸害无数的百姓 包拱 我此次回京之后 会要求陛下特意成立一支快速反应军队 这支军队首先的要求就是强悍 而后就是短小惊悍 人数不必多 千人足矣 我大宋的叛乱 开始支出规模都不大 一支千人的强悍军队 在启示之初就将灾祸的根苗除掉 如此一来 包拱就不必再为这些小事情犯愁 云征还是不忍心折腾这样的一位千古名臣 临别之时 还是将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 如果想要建立一支很庞大的军队 这自然是不允许的 现在只组织一支小军队 想必朝廷还是会同意的 和那些叛乱造成的损失 一支千人军队的迷废 就算不得什么了 老夫知道 云侯和敌帅有一个大计划 但是老夫不想问这个大计划是什么 再过一年 老夫就要告老还乡 眼不见为敬啊 老夫只求云侯 多为天下苍生考虑 莫要为了一师的功名 做出荼毒天下的祸事 任何事情都要亮入为初 莫要贪功冒进啊 云征点头答应就告别了包拯 一路向西走去 西面还有繁华的汴凉城 春日的大地上并没有多少的水汽 眼看着田地里已经长到半尺长的河苗 已经濒临死亡 那些衣着蓝绿的百姓挑着水桶 在田地里坐着无用功 一桶水倒进田地里 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赤热与城市 赤烟严死火烧 田里和苗般苦交 农夫内心如汤竹 公子王孙把山摇 有歌声从田野里传来 也不知是谁做的这首歌 云征立马田野之中 却能感受到那一股股极度愤怒 怨愤之气 大宋仰视百年 使用的就是民之民高 士大夫穷奢极欲 下层百姓困苦不堪 再这样下去 出现中相杨妖那样的大规模起义 就丝毫不为怪了 大宋是不禁止兼并田土的 所以士大夫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多 而那些百姓手里的土地却越来越少 士大夫退职之后 乃是地方士绅是不用缴税的 这样一来 税务只好压在自由土地的农夫身上 种田已经成为一项不能获利的生计 所以每年收到的田税 在不断的减少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些失去土地的农夫 就只能加入城市卖身为奴 或者揭竿造反 人的贪欲是无穷的 得到的越多 就想得到更多 士大夫的贪婪 迟早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生于贪婪 而后死于贪婪 云征仿佛看到了鲜红的岩浆 在地下运行 奔突 这些岩浆迟早会有一天从地下窜出来 将这个世界焚烧成灰烬 现在是大宋最后的机会了 一旦赵真死去 大宋就很可能会进入王安石时代 这位倔强的改革者 在将大宋王朝的最后一丝生气损耗殆尽之后 一个灿烂的王朝就从此走入了无尽的黑暗 云征早就发现 自己好像对大宋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影响 南征的成功只是稍微延迟了一下历史的进程 历史这辆巨车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下 两只铁一样的车轮 依旧势不可挡地碾压了过来 就在自己出京的半个月时间里 王安石调任三司副使 张芳平任三司使 文延博担任了书密副使 这和历史上的经历几乎没有差别了 赵真邀请王安石一起钓鱼 王安石还是和史书上描写的一样 将鱼石给吃掉了 有人说他假吃不颠 还有人说他过于专注 有人说他有狮子在胡须间爬行 有人说他有未尽名式的风流 民不家父而国永足 这句话依旧对赵真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隋州的成功他认为是可以复制的 所以请了这个人来帮助大宋脆弱不堪的财政 云征不相信赵真不清楚 大宋的弊政在于冗官冗军 他应该是清楚的 因为个人才能的不足 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 这两句无缘之水的画上 他就像是一只鸵鸟 认为只要把头埋进沙子里 就能看不见外面的危机 路过黄河的时候 那里正在修造一条铁锁桥 大河两岸上矗立的八只巨大的铁牛 铁牛被架在坚固的石堤上 高五尺长一丈有余 牛腹部有一铁轴 有巨型铁链拴在上面 河东四只 河西四只 每面有四根巨型铁柱 矗立在河岸上 每根铁柱上拴着一头铁牛 除了没有赶牛的胡人造型之外 和蒲州城外的开源铁牛 极度的相似 唐初 河东为荆基 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 开源六年 蒲州被制为中都 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齐名 开源十二年 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 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 唐宣宗任命兵部上书张税主旗室 以作所为铁链 书旗船舰 清国力对蒲金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通典 唐汇药 蒲州辅治 均记载此事 直到大宋年间 蒲金度依然是大宋最重要的药金之一 云征下了战马 走到披着红绸的铁牛边上 拍着巨大的铁牛 笑着问小丽 美头牛重几何 小丽虽不清楚云征是何人 但是她能看到云征是从那些假式群里出来的 不敢怠慢 连忙拱手道 美头铁牛重六万斤 唯有如此才能拉得起河面上的八条铁锁 如今主持此间的上官是谁 大将座增空亮 云征笑着点点头 就离开铁牛 看着上百名工匠 矜持着膀子 搅动粗大的脚盘 一根粗大的铁链 缓缓地从河底升起 最后离开了水面 挂在两只相对的铁牛身上 云征只看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河底 这是大宋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连通河东河西 还没走进东京城 就有刑部的官员出来迎接 从汉牛手里接走了马达和张青 两手空空的云征 就带着部下走进了东京城 皇帝看样子 不会帮着云征打赏这些猛事 这一切还需要陆青营着手 看了一路的衰败景象 云征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心情 再去敷衍 装模作样 过来训斥自己误了归期的文言博 默默地等文言博宣布完处置决定 云征就非常没礼貌地 一头扎进云家 不想再说一句话 站在门口迎接丈夫回家的陆青营 叹息一声 就跟着丈夫回了家 同时命令管家 紧闭家门 盖不见客 云征炎 云征躺在椅子上摇着菩萨 学着那些农夫唱的小调 再有十天就要进入五月了 东京城已经变得燥热起来 开春之后就降临了一场雨 整个东京城都灰蒙蒙地覆盖了一层灰土 这是夫君心学的小曲 至时不该咱家唱 咱家就是公子王孙一类的人呢 肚子已经鼓起来的葛秋烟 娇气地凑到多日不见的丈夫跟前 娇笑道 云征横了他一眼 拿手摸摸他的肚皮问道 现在还运吐吗 早就不吐了 妾身今天早上吃了整整一笼的包子 全是肉的 见丈夫关心自己 葛秋烟立刻拿手比了一下龙体的大小 掩着嘴痴痴地笑 能吃就好 能吃就好 这样才能生养出健壮的孩子 我心情不好 一路上看到的百姓情形不太妙 今年的旱灾已经成型了 家里能多存集一些粮食 就多存集一些吧 不要从东京够粮 请梁家从蜀中运粮吧 朝廷之所以急着将福桥修起来 就是为了运粮方便 鲁青营安排好了家将们 刚走进门就听到了丈夫的话 哀叹一声道 您不知道啊 东京的粮价已经上涨了三成 再这么涨下去 那些小门小户就没法过日子了 妾身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梁家答应这一次给家里运一千单粮食 可是一定要等到夏粮收割之后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想要酬粮很难 云征放下蒲扇 拍拍脑门道 怎么就没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河东河西都是旱灾 南京那边去年才遭了灾 想要靠江南恐怕很难 这场灾难一发 你夫君那场南征就算是白打了 您打猎不顺利 连只兔子都没带回来 打不着猎物就不要烦躁 咱家的吃事不会减少 看您有些困倦了 不如去屋子里睡一会儿 云征摇摇头 谢绝了妻子的好意 就拿着蒲扇 直接去了后花园的木屋 如果没猜错的话 狄青已经在那里等着自己了 被双打了 你不是已经把马达张青之被擒货了吗 怎么还不高兴啊 莫非是孔宗苑不愿出力 大环境底下还容不得他孔宗苑做什么选择 狄青可能是恶怕了 云征什么时候见他 他的面前就摆了一案子的失误 从狄青的案子上 取过一只烤羊腿 啃了一口刀 孔宗苑也不算什么事 我担心的是西面和北面 河东河西 今年大旱已成定局 我担心西夏和辽国的灾害 会更加的严重 恐怕最直到秋日 没东西吃的西夏和辽国 恐怕会空群出洞 来我大宋找粮食啊 麒连山 麒连山中年白雪挨挨 冰川常年不化 好似披挂在雪山众神身上的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他们千姿百态 横卧在雪山上 如白虎藏匿 如银蛇盘扰 在阳光的照射下 更是有无法描摹的规律 都说麒连山的雪水养育了河西走廊 这句话半点不假 发源自麒连山的黑河 给了这片干旱的土地 以最温柔的呵护 河西走廊上最大的特色 就是戈壁滩 这有别于沙漠 而是沙石地 只有骆驼刺可以生存 骆驼刺是一种荆棘 只有骆驼可以嚼得很细后咽下去 人的肠胃是不能消化的 骆驼可以吃几十斤的东西后 三四个月不吃 因此肉很柴 咬不动 摸上去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烹调手段 牧民们是不会杀骆驼取肉的 驼掌和驼风自然是骆驼身上最美味的地方 这些地方是要拿来搅碎的 杀一头牛需要上脚一条牛腿 杀一头骆驼自然是需要上脚驼掌和驼风 西夏的皇城里的驼掌驼风堆积如山 莫藏士从自己修建的成天寺里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从佛陀带来的美好幻境中清醒过来 就看到了一个枯黄的世界 深藏佛塔内的天竺佛顶舍利和赵真所赐的大藏经 并没有让西夏避免这场旱灾的降临 身为游牧民族的国母 莫藏士只看了一眼地上一寸多长的草 就下令召集西夏的众臣来成天寺商量对策 这只是初夏而已 往年这个时候 兴庆府该是一片匆龙才对 莫藏俄旁并不希望莫藏士从成天寺里出来 尤其是莫藏士怀里的那个小小的男孩 更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莫藏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弄明白了西夏的状况 世界并不像自己的哥哥说的那样美好 从沙州到西平军司 再到宿州 宣化府 烟枝山 西凉府 整个河西走廊已经是哀鸿一片 因为草料不足 大量的牲畜已经被屠宰 淮州沙湖的湖水也只有往年的六成 西夏的粮食产地淮州 静州除了一些还能勉强灌溉的田地之外 其余的地方受灾已成定局 西州回湖的马贼已经侵略到了沙州 连破三个郡寨 挪走大量的粮食和牲畜 河西走廊上的西夏人已经濒临绝境 我们和宋国有约在先 一旦遭遇灾害 遂必将以粮食的形式支付 墨藏师的话还没有说完 国相墨藏俄旁就接话道 宋国今天也是自顾不暇 听说河东河西的灾民有百万之多 墨藏师瞅了一眼墨藏俄旁继续道 约定就是约定 不能因为他们受灾 就少了我国的碎币 我们谁都知道碎币是怎么回事 那是宋国缴纳的平安钱 火赤鸣 你去东京告诉宋国的皇帝 今年的碎币只能是粮食 我们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三成 墨藏俄旁抬手阻止了将要出门的火赤鸣 朝墨藏师拱手道 太后明鉴 如今的宋国已经不同于往日 狄青云征南征成功 让宋国的军心民心大振 您开出这样的条件 其实就是在告诉宋国皇帝 我们要打仗了 墨藏师再一次看了墨藏俄旁一眼道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这一场灾祸 我们根本就无法逃避 既然势不可为 我们只有将损失转嫁到宋国的头上 如果宋国不给 我们就去抢 这是狼的生存之道 墨藏俄旁 你这些年一直在大力推行国民汉化 难道说你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是狼的事实 火吃鸣 火吃鸣即可出使 问问宋国的皇帝给不给我们粮食 如果不给 那些本该饿死在西夏的武士 将战死在宋国 犹豫不决的火吃鸣 见墨藏俄旁闭上了嘴巴 就匆匆的离开大殿 去准备出使事宜 西平军司北上 夺回属于我们的牛羊和粮食 卓洛和南军司 西兽宝泰军司兵进兰州 问问角斯罗 愿不愿意借到让我们攻击秦州 如果不愿意 我们不介意一路杀过去 墨藏俄旁见墨藏师口气生硬 一个从没有打仗经验的妇人 如今开始指挥大军作战了 不由得太高气道